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我是安姐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黑棋下錯小木之後一個大飛手腳 那我是新小木硬隊 右下我掛他的小木好了 一間高掛 他直接採取脫退木骨定石 那麼我準備沾完之後靠他右上 靠他右上 那上班還下班呢 下班那這個我就擋了下 喔單立 單立跟打完立下其實區別還好啦 因為我虎他可能也是要敲上來 或還是他有單拐嗎 單拐是怎麼下 單拐我應該跳一個吧 喔他還是打掉那就是一樣 打完之後 虎我就搬完貼 這個定石應該大家也都很熟 喔他這邊採取單拐 單拐的變化就是 白棋是可以搬的 把他斷我打吃完 外面飛個然後他就拐什麼的 這個變化好處是黑棋實地撈我蠻多的 其實其實我是不是也有印象有有跳這個 跳這個是什麼 我有印象有跳這個 跳這個他會不會再搬過來喔這邊變化我不是 非常的熟悉啊 要不然就下下看好了 跳一個我就下下看 因為搬這個我覺得被他斷四顆其實還蠻大 而且我配合也不是很好 這三顆只鳥掉了 因為黑棋下這個他就是想要看你搬 然後他斷 然後就剋掉四個 他這樣前面撈有多多的 當然那一圖其實 也是兩分啦 甚至白棋也完全不差 但我就想下看這個 他如果只是回來這邊藏的話 那我再拆應該也可以 再貼一個 應該也可以再貼一個 不過他這邊多拐到一下 我沒有這些斷的利用 我就沒有斷他的利用 也許情況會變 因為我在貼他有可能會翻上來 我覺得情況會有變了 我現在應該單拆 因為我這邊已經跳到一首 其實我也加後 我不見得怕他拐了 他拐我就凸顯就好了 這邊這種定時的感覺 也是我的感覺而已啊 也不見得完全正確 他左下點33 我擋完之後 有沒有可能直接連斑吃腳啊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啊 他只是開朵花在這邊的話 跟他右下這個頭 我就有點兩邊撞在一起 我覺得他發展不會很好 因為你如果說他想要 如果說黑棋想要貼起來擴張的話 那我剛好大跳過來 他下面就被壓縮了 然後我右 這個大跳對我右邊也是非常好的一手棋 所以 他 他也應該也不太會在這裡擴張了 高掛 那我應該還是拖 他有可能會不會 採取這個頂丸搬過去 場合下法 跟悠上相呼應 哦 他是沒這樣下 走這個 那我也是退 他如果再沾的話 我覺得 不見得會跳 哦 他走一個虎啊 哇 這部虎 很久沒有人 這樣下 就最近AI已經有一點 把這手棋拋棄了 現在好像已經很少這樣下 就勝率確實不太好 那 那我怎麼下 左上肯定我不想再下 那我是不是就下這個 嗯 還是我下這個 不過下這個有點空虛啊 他就過來了 我覺得我還是下這個 他靠我就搬下面 這個黑棋其實 沒有什麼太厲害的下一手 所以白棋拖先是完全可以的 哦 他實際上是走一個飛哦 走一個飛 走一個飛 我能不能去刺他 這個刺又是什麼 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個定時 然後刺他沾我 拖完虎一個斷丸 打吃吃住什麼的 但是AI後的變化到底應該怎麼下 我也是概念不多 因為這個虎其實真的很少的 在在在用 概念不多 概念不多 不然我就飛好了 不然我就飛好了 他應該是會搭下來 那我就頂段 然後稍微利用 利用 應該也可以 哦 擠這個 擠這個 應該也是 就沾吧 還是會靠嗎 還是到下哪裡 貼起來其實也是可以吧 因為他現在貼起來 還是 還是有點一石二鳥 走下面 然後 壓縮我左邊 或者直接K進來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應該不太會下這個 我覺得 哦 真的貼起來 那還是跟剛才一樣啦 他貼那個 我就大條這個好了 因為你不下這個 有可能被他 大飛 他現在下面做大 我覺得我就跳這個 那當然現在左邊薄掉了 他很有可能會再K過來 打這個 打在這邊也是有一點可能 哦 他跟著尾啊 他跟著尾 我覺得我再擴張是 OK的 或者是我壓這個 還是要飛這個 嗯 飛這個我覺得他肯定會搶這邊飛什麼的 好吧 算了 我還是飛這個 不走他有可能會貼起來 還是還是蠻大的感覺 感覺上黑棋應該還是一個比較 庫外實地的棋啊 因為其實從前面 右上角這個變化就可以看出來 他這邊撈的木數非常的多 哦 點進來了 難道是想要殺一塊出來嗎 先踢住 哇 直接殺出一條血路哦 這麼狠 好狠 好狠啊 這我出了蓋住他有什麼棋嗎 嗯 這個我也不是很好應付 我覺得 先蓋住好了 我扎丁被他跑掉好像也不是很好 飛點出來 飛點出來 這我能不能直接殺在裡面啊 好像有點太囂張 我覺得殺不太掉 哇這手棋 飛點出來我頂完 擋完擋的話他搬我走這個 好狠 我現在也不是很好欸 這下的有點 266的 不然我就下這個 我覺得也是可以啊 就把他封進去 好 先把他封進去好了 我覺得他小活一塊我是可以接受的 他小活一塊我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大家看起來好像這空被燒光啊 但是我是覺得還可以 有什麼東西 不過也要看他怎麼活啊 就看他會不會虧一點東西 因為他這邊走活的話 其實也讓我中間 我外面這邊變得非常厚 因為剛才其實 這附近靠一靠還是有些保衛 或者說下面鑽一鑽一定會破很多木束 那他雖然直接著火 是直接把我這邊控打碎 但是我外面也都變得蠻厚的 假設他活的路線是那樣子的話 走一個靠 哇這手棋也是打在我的痛點上 我好像只能擋欸 我頂完斷然後被他挖過去 就爆掉了 也不是爆掉啦 我只能吃這個 然後他就吃掉了 那樣我應該虧了 好像只能擋啊 還是我剛才應該自沾一個 自沾一個被他衝 欸對齁 我應該自沾一個 啊嚇錯了 因為你下這個他還是有可能挖嗎 應該不至於 他挖我沾這樣 他死在裡面應該虧了 對啊 我剛才靠 他剛才靠我應該要沾啊 啊 被他施放幻術給騙到了 他現在 對啊 他現在就夾回去了 被他騙到了 這樣我下的不太好 9 8 7 6 5 4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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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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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1 擴張左邊 空確實 可能比較吃緊 先擴張一下左邊 立一下 他這邊應該不太會再來靠了 被我頂完斷我覺得他不太好 所以我也沒有選擇這邊尖粗 我才剛說完 結果他就來靠了 馬上打我臉 不過我就頂段他要下什麼呢 頂段 因為這邊我馬上要打出來 那他如果長的話我就長兩下 這樣我覺得他不便宜 我是長還是斑 斑他就是爬下面 我好像也不太好 我就長好了 這邊我再壓兩下 這我可以壓他兩下 再壓 他應該說會斑住 但是我這樣等一下掐一個有一個先手 他如果不理我 這個斑 他這個兩顆會掉 7 6 5 4 3 2 1 退一個不想讓我這邊有個掐的先手 好 那4顆跑出 其實剛才 想一想他是剛才這個破的應該也還好 我不至於到非常虧了 4 3 4顆跑出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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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4 5 4 5 5 5 1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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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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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很普通 貼這個也很普通 還是我就老老實實跳出來 也不知道下哪 這邊明顯有個衝斷 還是我剛才應該直接衝斷他 但是直接衝斷的話四顆要掉 我現在還不太想掉四顆 因為他這塊還沒有完全活 還是想要 做點壞事啊 這個貼就是有點難受 我如果頂到他有個虎的先手可以跳進來 8 7 6 5 4 3 2 還是頂好了 退的話又有靠也不是很爽 他只是用拖的 用拖的應該是壞旗我感覺 因為他本來虎就有先手了 因為你拖完退讓我一樣擋 那你總不會虎完之後用爬的吧 那是壞旗 那你打掉的話也沒便宜 我就沾而已 還是飛不進去 飛進去被我跳段 那也是不太行 他這樣子不便宜啊 他好像有點嚇錯了 還是飛不進去啊 不被我跳段 哦 他這邊操作失誤啊 不然我剛才頂這個他應該用虎的 虎先手然後可以跳進去 當然可能區別也不見得非常大 他現在這邊應該還有點欠一手的味道 假設他這附近補一手 我可能就把這個刷斷了 欸還是也不見得能刷斷 衝他就擋是不是 斷他打算虎完斷我 這邊我是不是可以籌備一點指令 再去刷斷他 哇這個明顯欠衝斷啊 弄他兩下這樣應該就可以衝斷了吧 還是也不敢 到底敢不敢 頂完他擋的話 我充完斷打吃擋打算虎 應該是可以啦 9 8 7 6 5 4 頂一下 這幾手超俗的 如果還不充斷那我真的是虧炸了 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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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打吃虎的話我就頂他 藏過來我可以頂完 沾回去 啊刷斷他 喔他沒有沒敢擋了 這樣子我覺得他這個剛才的飛被我給刷斷應該 明顯是不大好吧 9 8 7 6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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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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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这边补了 补起来 用冲的 用冲的应该也不便宜 诶 等一下他在这边要做坏事 我还是先挡吧 挡比较合理 其他的棋看起来怪怪的 他现在应该是想要脱线的 不过我这边光是冲断 我觉得他就扛不太住 应该不太行 冲断他打转 哦 直接投了 好吧 那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吧 好 那最后简单回顾一下刚才对局 那一开始右上角的定时呢 黑棋在被白棋压的时候 没有采取这个场键的长 而是走这个拐 那这边决议其实还是叫我 我应该要走这个扳 只是他这边扳的变化 跟我预想不太一样 我以为黑棋是用断 不过他这边 决议给的变化是黑棋更凶狠 断上面这个 那么白棋呢 局部靠这个算是一个棋型 那黑棋大概只有打吃 打吃完冲出来 否则总不可能自己这样 这个黑四总不可能自己这样缩回去吧 那白棋随便下都便宜了 所以 黑棋反击的话 那么白棋就顺势把这增掉 那么黑棋再踢完跳出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实地与外事的这个对抗 黑棋捞空捞蛮多 那白棋 该拔了一朵花 外面也非常厚 不过这边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走 总之 这个图 可能还是以班为首选 我时针这个跳 虽然看起来也还行 但是我 事后来想这一步跳 确实还是不太好 因为局部欠了一些被黑棋靠的这个骑影 这个骑影被黑棋靠确实挺难受的 那也许有可能采取这个跳 我觉得这个跳也许是比较相对来讲 会比跳在山路这个要好一点点 但是应该还是这个班最好了 好 那跳的时候 决一认为黑棋可以走这个班 那在班的时候 白棋还是断上去 黑棋长中间 白棋也是靠在这边 这个靠始终是骑行的一个要点 那么黑棋打吃完吃住白棋 那么白棋再飞下来 黑棋立刻就跨完断掉了 那 这边看起来也是蛮复杂的一些战斗 断的话白棋不知道怎么下 有可能简单往外尖什么的 那这边 大战一触即发 好 那在黑棋长完之后 诶 这边决一一直呼吁啊 白棋应该要去断一下 那 我们双方一直走到后来 一直都没有去断这个 断这个其实就只是 确定一下黑棋肯定是打在这而已 其实我不太懂 因为黑棋应该 呃 绝大多数的场合 他始终是打在这 除非已经到很很关子后期的 他才有可能打到这边 所以 我不太确定他为什么 一定要去断这一下 总之 呃 算是确定一下黑棋的硬法 这样子吧 然后他这边的骑行蛮有趣的 他局部是直接再跳一个 我这个如果没事先看过 AI确实以人类很少 会有旗感往这边下 确实看起来 是算是一个蛮怪异的奇形 但是 呃 他这个小跳好处是 去加强这边被黑棋碰的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实在这个 虽然大飞看起来 其实比较舒展 但是在被黑棋碰的话 这局部还是难受 哦 因为 我如果说沾的话 是最好去防堵他的下方 但是他再搬你 这个白棋你要全身的退货 我说把他吃的很舒服 还是蛮困难的 你不管说断还是尖 看起来都 有点不是很舒服 那如果说斑的话 那当然黑棋就很舒服 可以挖回家 我这样子 我觉得以虚盘阶段 白棋也可以接受了 但是 就是留这个缺陷给人家 也许到中后盘的话 这个碰过来 然后你一下子挖走 你大块空就很难受 那所以说他前面这一个跳呢 是很好的去防御了 走完这个黑棋就肯定不太 不太会在这边靠 白棋站住这个黑棋 不知道干嘛 自己损在里面 白棋这边就蛮坚实的 好 回到实战 这边都还好 他在左上这个变化呢 本来想问爵翼这边怎么下 不过他还是推荐我先断一下 那断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下跑不一样了 他直接反手靠一个 那白棋也不太可能在脚上反击什么 因为被挖出来不行 所以白棋先硬住 那么可以再回去 其实有没有靠这一首我倒觉得也还好啦 总之他意思说黑棋这边 有一部靠的骑行 要点 那后续他就在在这边点一下之后就出动了 这边确实黑棋是有东西的地方了 那所以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实战 这边有讲说 这边如果是给他剪他活一块的话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 这边我本来就有一些靠的骑行缺陷嘛 那他这边着一块虽然我空没了 但是我外面也走后 其实白棋是不亏的 好 那所以刚才他这边变化左边的硬法 我其实也不见得要逼 或者说这边一定要拖先干嘛 那左上他这边如果是用虎的话局部是可以用大跳的 这样的一个下巴 这个不大跳其实在AI出现之前 人类就已经有在探索这一步骑 然后这个大跳确实在黑棋是虎的形状的话 应该这帮下比较好 好 那再来下面在他飞的时候呢 决意是认为他的首选他在这个跨 跨的话黑棋哇这个相当酷炫啊 拖一个那白棋外挡 也是这样搬下面 这边变化我觉得 参考性可能大家看看就好 因为这个如果没时间看过AI 确实在被白棋跨的话 黑棋瞬间往这里拖 确实很很困难想到 然后搬下搬 这个可能看就好 如果说黑棋简单冲上面的话 那白棋断完之后 这边黑棋这个棋型不太好 那如果说外打的话 外打不晓得决意是不是认为这个黑棋 比较亏还是干嘛的 这个外打在传统定时是有的 白棋敞的话会被黑棋夹住 如果这个白棋就提掉呢 这样子吗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好像感觉黑棋实地是蛮亏的 长提也有可能 提的话 这外面黑棋补起来不是很舒服 我就长也是有可能 长完之后 虽然黑棋夹看起来舒服 但是被一提掉 这外面黑棋不是很好沾 那沾这个被黑棋被白棋断的话 其实木树玩有点亏哦 所以这个局部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跨是一个好棋 所以决意的意思就是说 黑棋这局部硬不好了 你不冲也没什么棋下 那你冲完之后 你如果沾住他是被压出 这黑棋有点烈 那你如果打外边的话 看起来被长或提也不见得够好的 好情况下 硬不好了 那我刚才拖这个 所以这边蛮有意思的一些下方 好那实际上下飞我觉得也可以吧 但是就比较平庸一点就比较平庸一点 没有去抓黑棋一些毛病 好那在这边问一些方向性的问题 是想说这个飞好还是说下哪里 那决意这边是推荐 尖完之后冲完拐掉 好他这边下的看起来蛮俗的 但是他其实是帮助白棋这一边加厚的一个很好的下方 直接把这边变化卖掉 反正黑棋这边已经很厚很硬的一个形状了 那冲完之后立刻拐 那这边就直接送掉了 因为黑棋这边太厚了 他围这个也完全不足袭 那反而是白棋透过这几手 让这边获得非常好的加强 那黑棋我觉得也有可能立下 立下的话 白棋应该也是有可能再拐 实战至少方向对 但是局部还是有一些保卫 有一些冲断的小味道 这边应该是把他交换掉 那在右边这边打入的地方呢 决意是认为我这部盖住不太好 他的下巴还是把这个换掉 尖完之后冲掉 就是把这边走后就对了 那 右上断这个 这个 他这边是用打在这了 他可能觉得白棋在这一代 已经没有太多利用手段 所以他就改成打在这了 所以 确实他前面一直叫我应该要先把断掉 还是有一点点他的用意 他随便 白棋这个决意相当有意思 他就是 他看觉得好的点 他现在还是坚持要下 尽管你这边丢一颗 我不管 我就是要下这个 还是把这边走后就对了 那 确实他这样下也很简单明了 他意思就是说我旁边都走后了 那你这一块呢 你要去哪找眼卫 那 黑棋往外跑的话 显然就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 决一他这边黑棋也是从这边在找毛病 那 就是比较人类的下马往外跳的话 那黑 白棋应该就震过来什么的 看起来 确实了 黑棋好像要找眼卫也蛮累的 确实这样也是可以下 我本来实在有点想要 砸丁什么的 但是 就想说 变要往外跑 我如果没把握放到我这边 这手棋相当的烂 想说 我那时候想法是把他盖住 给他在下面找一块 是可以的 那在他跳错的时候 决一叫我断一下完之后 这边他的下马也很简单 直接给人家贴过去了 直接这样露过去 那 黑棋度过的话 白棋再去下这个 所以 确实决一的土里面 白棋给人家找一块也是可行的 那道部应该说我前面这个不好 我应该还是 把这个抓住 让他在这边跑 那我们再去供他 那在这边 这边就不用讲了 他靠的时候 我的确是应该沾住 实在有讲 冲完之后 马上就后悔了 我应该沾住才对 那他沾的变化看一下 黑棋顶住 那白棋还是用断去利用一下 利用完之后 搬阻度 那再把这个推回来 那有阻度总比 被人家整个拉回去要来得好 因为 这样他就得要在这边找眼位 那白棋拿到一个先手 不过这个还好呢 那他这边算是实战 黑棋这边有一个小失误 那 因为他实战这个沾 被我这边先手接一下之后 将来我这边还随时有跳下 可以吃掉两颗的手段 他这边黑棋应该用断的 那断他这边变化是拖先的 如果说白棋 白棋也是可以考虑冲完断打一下 然后再去吃回 这样子其实也还留一个贴下来 去吃两颗的手段 不过 我觉得黑棋也有可能马上补 黑棋也有可能马上就把这补掉 因为这样他走回来比刚才要来的大一点 就这一步棋来讲 比刚才他这边再补要来的大 好 后面 所以其实看到这边被人家整个拉回去 我胜率也还好 就稍微下降一点 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因为他这个沾是 算有点小小失误 应该用断的 所以胜率又回来 那走到这边 决议认为黑棋这个靠也还行啊 胜率还行 不过他的首选是在这边贴 那贴的话就这就蛮普通的 双方铺地板的一个下法 那贴白棋长 黑棋就这边飞完斑斩 这就双方铺地板也没什么好讲的 胜率55开完全55开的棋 好 那在上面 我这边跑完之后压一个 那压的话决议认为 黑棋这个退 胜率亏蛮多 他应该用斑的 确实啊 斑明显还是比退要来的好 那这边他蛮强调说就是 我这个可能应该先手把它扳掉 那是后面也不要要读 那先讲这边扳的话 至少多紧这边白棋的气 好 那这个点刺完之后跳出 哇 他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突然跑出这个 白棋 哇 白棋其实退也行啊 没必要去挡这个 好 所以这边有点 看不太懂 因为这样留一个让黑棋入进去 我就没什么必要 那参考参考就好 总之 这个刺完之后跳出也是 蛮合理的 那在黑棋退了后 我这边应该马上扳掉 这个 确实我实在那时候后来有讲 双方 双先手啊 这应该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抢的 那扳完之后 点刺一下再跳出 我胜率这边稍微掉一点 因为决议认为我应该跳在这个位置 不是 我实在是跳这边嘛 决议认为我应该往这边移入 稍微多压迫他一下 那这边点刺其实大家下的都一样 这边就没什么了 那这边我顶是ok的 那这里的变化我实在也有讲了 他这个拖明显是不太好 因为他这边有个虎的先手 那虎我下一步要大飞进去 我肯定得挡 那他这里是可以用跳进来的 那决议这边下的比较炫 他黑肉直接点进去 黑肉直接点进去 因为白棋挡的话 黑棋还是可以虎 那白棋这边明显要补 就用挡住了 那他再把这两颗切下来 所以这边实战黑棋没有把握这个 那反而简单用拖 那这个就亏多了 尤其下一步他还把这个爬掉 这一手亏更多 决议认为黑棋应该简单的找眼位 那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虎 虎或瞻吧 虎虎就有先手 虎我得挡 否则他还是大飞进去 所以他虎有先手的情况下 左边肯定是有一只眼的 应该或者应该说我也不敢去打拔他 打拔他我自己脚就挂了 所以他左边可以看出有一眼 那中间简单跳就是已经活干净了 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把这个爬掉 因为你爬掉之后 变成这里没眼位了你知道吗 因为你如果还是下这个 变成我随时一打拔 左边变成没眼了 你当然这个力还是有一些先手位 我不太至于会去硬杀 但是总之是没有便宜 或者说就没有必要就对了 没有必要去爬这个 他这边的下方 就也差不多了 就至少都比这个爬要来好 那后面 我把这个他冲断之后就比较没有问题 黑漆可能就比较不太行的局面了 好 那这班旗跟大家看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